一日三孝,人生难老 一日三恼,不老也老 百年养生,一品一景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养生一战 李大妈有高血糖 但是平时呢,就喜欢吃瓜子、花生 时间久了,家里人发现 家里的花生、瓜子消耗得越来越快 他们总是隔三差五就去超市采购一回 连收银员都认识了个遍 直到最近,李大妈总和家里人念叨着口渴 一直吃的酱糖药好像没什么用了 血糖仪测出来的指标也总是居高不下 李大妈心中不解 人家都说吃花生对身体好 而且是低糖食物 他这才把花生当零嘴吃的 结果到了医生这儿 怎么花生就让他血糖升高了呢 关于花生的流言 那可真是太多了 有说花生可以生血糖的 有说花生可能引起癌症的 到底这些流言是真的还是假的 有不少人表示花生是糖尿病的导火索 花生在生活中受到非常多人的喜爱 好吃又便宜 同时还有很丰富的营养价值 然而近年来关于花生的黑料却越来越多 有人说吃花生会导致糖尿病发生 这是真的吗 美国心脏协会2021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 花生内含有的不饱和脂肪酸 膳食纤维等成分 进入人体后可帮助身体控制血糖 血脂以及血压 起到预防心血管疾病的效果 数据显示 每日摄入四五颗左右花生的人群 相较于不吃花生的人群 罹患心血管疾病 中风的风险分别下降了百分之二十 那么既然花生对身体健康益处多 那为何会有传言说 花生生血糖是糖尿病的导火索呢 对于健康人而言 适量的食用花生不会给健康带来危险 还会给健康带来一定好处 但是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 不建议大量的食用花生 从生糖指数来看 花生是个低生糖指数的食物 食用后不会让血糖短时间内大量升高 但花生是个高热量的食物 一百克花生的热量可达到五百多坎 相当于两碗米饭的热量 这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 显然不是一个好的食物选择 建议糖尿病患者每日摄入咖啡的量 建议保持在十例以内 避免大量食用 导致血糖突然升高 二、不想胰岛受伤 几种食物要尽量少吃 除了花生以外 糖尿病患者日常还需要注意 这几种食物要尽量少吃 一、精米白面 生活中常见的大米、馒头、面条等 都属于精米白面 这些食物都是高碳水化合物 在进入人体后 可快速地被身体吸收利用 导致血液内的葡萄糖含量升高 引起血糖骤升 现在很多人都缺乏运动 身体无法及时将糖分消耗 储存在体内的葡萄糖 会导致胰岛素分泌相对不足 容易诱发糖尿病发生 二、芋头 芋头内的主要成分是淀粉 甚至比很多主食内的含量还要高 日常不建议将芋头作为蔬菜食用 而是要作为主食的一种 在食用芋头时 要减少其他主食的摄入量 避免摄入过多主食 导致血糖大幅度升高 三、土豆泥 土豆本身也是个含有很高淀粉的食物 在碾成土豆泥后 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 食用后 亦导致体内葡萄糖含量骤升 四、稀饭软烂的稀饭 在食用后 非常容易导致血糖升高 食物加工时间越长 温度越高的情况下 升糖指数也会越高 稀饭经过长时间的煮制 内里含有的淀粉会被分解成 更容易被身体吸收的糊精 食用后可能会导致血糖升高 五、莲藕 很多人都爱吃莲藕 凉拌烧汤都可以 有的藕吃起来面面的 有的则脆脆的 那种面面的藕要少吃 淀粉比较多 糖尿病患者尽量少吃 想吃的话最好凉拌清炒 不要炖汤 藕粉要少吃 尤其是外面卖的 加了糖和坚果的那种 不要过多食用 饮料好喝却不健康 不能当水喝 一、奶茶 其中添加的人工糖特别多 还会产生大量热量 比两碗米饭还要多 在正常三餐又无运动的情况下 这些热量就显得太多了 很容易诱发糖尿病 二、可乐 很多人喜欢喝可乐 想起来就喝上一瓶 有的人一天能喝三四瓶 因为它本身就是液体 所以有的人干脆就不喝白开水了 结果给自己带来了糖尿病的风险 直到血糖超标 自己都不敢相信 三、果汁 很多人认为果汁健康 多喝点也没事 甚至有些减肥的人 专门喝果汁减肥 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美国研究发现 每天多喝一百多毫升饮料 即便是鲜榨果汁 也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 市面上卖的果汁饮料 大多不是纯果汁 里面有各种甜味剂和代糖 会扰乱身体代谢 让人更加饥饿 还会改变肠道菌群 促进坏菌增长 最终导致各种疾病风险增加 三、以下食物有利于稳定血糖 糖尿病患者日常要注意避开 上述的一些容易导致血糖骤升的食物 同时可以适当地吃一些 生糖指数没那么高的食物 具体有哪些呢 一、牛奶 牛奶属于生糖指数低的食物 同时又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 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 也非常适宜 日常可适量饮用 二、磨浴 磨浴是个低卡高膳食纤维的食物 进入体内后可增强饱腹感 同时不会导致血糖瘦身 糖尿病患者和减肥人士都非常适合吃 三、豆类 豆类食物内含有的营养元素很丰富 也是个低升糖的食物 糖尿病患者日常可适当食用 四、鱼肉 鱼肉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不饱和脂肪酸 可帮助调节体内的血脂水平 同时不会导致血糖升高 建议糖尿病患者日常可适当地吃鱼 四、糖尿病人做好以下几点 有益于长寿 一、戒烟、戒酒 这些有害物质会给健康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会导致糖尿病患者发生大血管病变的风险增加 也会导致血糖波动过大 容易加速并发症的出现 二、注意饮食 中国糖尿病膳食指南建议 糖尿病患者日常的饮食要注意主食定量、粗细搭配 全穀物、杂豆类占三分之一 同时注意多吃新鲜的蔬果 鱼肉、禽肉可适当地吃 建议不吃加工肉、少吃红肉 在营养均衡的前提下 尽量保持食物多样化 三、不要久坐 长时间久坐会导致身体代谢需求 以及血流量下降 容易导致仓后血糖短时间内大幅度升高 会一定程度增加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 建议日常久坐一小时后就起来活动下身体 四、拒绝熬夜 熬夜会导致身体内环境紊乱 增加胰岛素抵抗的风险 让糖尿病患者的病情不受控制 建议糖尿病患者日常要保持有八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最好在十一点前入睡 五、坚持运动 规律的运动可帮助降低血糖 增加胰岛素敏感性 改善心血管功能等 建议糖尿病患者在身体允许的前提下 每周至少进行五次运动 每次运动的时间不少于三十分钟 综上所述 吃花生对血管有益还是有害 关键取决于你怎么吃 吃对了有好处 吃错了就有坏处 不想血糖升高 以上几种提到的食物也要少碰 现在到了冬季 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 保护血管要双管齐下 除了吃、动、睡 心理调节也很重要 尤其对于独居的老人来说 更要注意 建议家人多关心陪伴 多采人生 康乐养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内容 请在视频下方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您的建议 还可以点击右下角 进行分享和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